回家几天,房车丢给了表妹 结果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天哪,这是造贼了吗 表妹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虽然生气,但也没办法 打扫卫生的时候,表妹回来了 车里是造贼了吗 没有啊,我在外面上厕所 那你一个女孩子总会把车弄得这么乱 那地上的草都是洋土土的 跟表妹争吵了几句 她竟然气呼呼地走了 打电话她也不接,无奈只能先搞卫生 地只拖了一半就把水用完了 我只能下车看看旁边的卫生间 能不能接点水 接上50米长的水管 顺利把水加上了 车里的电也用完了 搬出户外电源 把车里彻射底底打扫一遍 就在我热火朝天的时候 就听到门外有人敲门 果然是这丫头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晚上进去吃火锅 我买了好多东西啊 看在她出去走 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份上 我的气也消了 两个人在这城市的停车场里 拴着火锅聊着往事 我在想是不是得赶紧找个人家 把她给叫了 我让我妈 吃这个鱼